郭北郭劉路通車後開始躲到地上很大方便 但是現在剛才提供的好處飲水 電動給民眾懷疑港町是不是出了問題 經紀婦人館政府港部處的調查 郭北郭劉路淹水主要是因為 調水量不夠到最空白的水 也沒有意見順利 這都是造成淹水的原因 本來我們高劉道有一個抽水站 是要抽我們倒爐的水 這兩次淹水的原因就是 在倒爐的水後 這附近高劉道四區的水都灌在倒爐 定義就是抽水能量品 玉璽又大所以淹不去 加上這個大白的時候 因為貨量比較多 大白的水沒問題 剛才就讀好 郭北高劉道就淹水的危機 包括在外交官也曾經在這個地方調查過 那有一次下大雨 我不曉得下面因為暗暗的 不曉得說積水那麼深 結果車子一開過去就調查 所以派出所說常常在拉車 我也有去給他們拉過 所以我自己也是受害者 為了拍片的賀水旗 在住淹水關乎港部處 特別在附近黑了一個水旗 稍後在時間來賀水有所在躺好 當時也會繼續和國間討論 後續處理方式 這份短期跟中長期 短期你看現在抽水旗 會載我們釣來的那個位 會歐空 再來我們釣管戶的移動式抽水機 增加馬上增加它的抽水能量 這是短期的運期方式 因為你不用每個人都用那個飲食方式 現在那個處長 他也發到減透了 就是長期的 既然抽水能量不夠的時候 他就要研議來增加抽水能量 要這個方面是有共識 至於詳細的時尊 他還要教本政府 就原設計 還有他的這個汽水面積就減透了 後衛交流度為100空一年 同車輛後就團出了不糟糕的飲水問題 東北基民希望這樣方便 典型的降臨 不可能因為飲水這個小問題 電路外政府交流度做得不好 記者的民間 昌報道